防疫期间传统市场或者是大卖场比较有群聚的疑虑 因此三重区长刘莱通日前特别率领的同仁 前往例行传统市场宣导 希望无论是摊伤或者是民众要勤洗手 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防疫期间大家都知道要避免抽入人多的场所 但是为了生活需要 许多人还是会前往市场或是卖场 三重区长刘莱通特别前往进行防疫宣导 那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例行市场 那当然防疫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市民一定要注意 其实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 勤洗手要戴口罩 还要保持社交距离 其实防疫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就是落实的去做好这几样基本功 我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 目前传统市场或是大卖场等人多的场合 关于戴口罩的规定多才柔心劝导 但是如果是前往工友市场就一定要戴口罩 否则有可能开发 至于我们新北市对于未戴口罩可以处罚的 是在工友的市场 那我们三重有重新光明中央 我们有三座工友的市场 那像我们新北市公布的商圈 像我们有壁华商圈 如果在这几个经过市政府公布的 而且定为工友市场的 在里面活动的市民 如果他没有戴口罩 经过劝导又不听 那我们可以处罚三千到一万五千块 由于传统市场人来人往 很难保持户外社交距离一公尺的建议 因此还是提醒大家 记得要戴上口罩保护自己 回到家也要马上洗手确保安全 第九房间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